那应该怎么改 接下来的话呢 特别注意呢 我们把刚刚的部分的程式 再稍微看一下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 我大概就加了几个 第一个的话 包含就是说 这一段其实就是关掉画面更新 我是建议这个可以把它记起来 因为 主要就是要记那个application物件 点后面的话 其实不用特别购 打一个S就出来 ScreenUpdating等于False 这样就关掉 那好处就是说 画面就不会一直闪动 然后你执行效率会比较高 OK 那第二段的话呢 其实这三行 这三行我也建议 你可以把它找一个地方 你自己的云端笔记 将来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拿这个来修改就可以 那主要的用途就是说 如果判断一下 目录里面是不是已经有档案 如果有档案 你就把它全部删掉 OK 其实非常简单 利用DIR这个函数 给它一个 特别之后 给它一个路径加上它的档名跟副档名 它就会判断 如果有档案的话 那它一定就不会是空的 如果不会是空的话 那就帮我把里面的删掉 所以这三行其实就是把这个清空 然后呢 当然我是建议你可以射中断点 比如说清完之后停下来 然后再按F8 这样的话呢 你比较可以找到一些细节上面的戳 比如说我让它 这个OK 那把它清空 然后呢 就让它停下来 然后看一下 游标把它移动到这个变数上方 因为这一行还没执行 所以I里面没有 执行的话 I等于1 然后续点抗等于13 就是帮我把1到第一个工作表一直到最后工作表 直接帮我把它的名字找到之后 然后呢 再产生一个新的 有没有 点Copy的话实际上就是什么 另外再跳出一个这个新 等于是复制一个新的一个工作簿啦 就假班 OK 那意思就是说 把原来呢 它在这个什么呢 问题0 在问题07里面的这个工作簿 它其实主要就是 这一行的叙述 就是帮我把假班跳出一个一模一样的 所以特别是有点像复制一个副本 然后并且让它产生一个新的这个工作簿 然后呢 我只要把它另存新档到这边来 假班 然后再把它关掉 这样就OK了 所以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样啦 当然你是说 是不是只有这样的写法 不是 其实还有别的写法 那像刚刚同学有问到说 老师是不是可以 把某个范围的资料复制过来 然后呢 就是说跨工作部复制资料 之前好像有同学是 就是在那个问卷里面 是填的那个问题 问题里面是他说 他这边有提到 跨档案复制贴上 其实只要复制啦 贴上的话就是跟他讲说 哪一个储存格目的 他就自动帮我把资料转移 其实就是跨档案的 应该是复制资料吧 OK 那主要的做法 这边我们再修改一下 所以刚刚的这个程式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 就是跨档案的复制资料的话 特别注意 只要把这一行 改成我刚刚讲的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一行要改成两行 那就可以达到 我要把这个工作部 转移到另外工作部的 这样的做法 要怎么做 我们先把这个执行好了 OK 然后全部跑完 一个两个三个 所以13个你会发现 很快就可以把档案 通通都分割了 OK 那因为我们还没讲到合并 所以合并后面我们还在讲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什么 所以这一段 我把它复制一下 我如果要改成什么 另外一种写法 就刚刚同学提到的 那这个写法的话 是把它改成叫范围好了 也就是说我今天 是把某个范围的资料 复制到另外档案去 所以我这边加个底线范围 OK 那关键的地方 其他都不用改 就改这一行 所以这一行我把它注解掉 就是这一行改成什么 第一个动作 其实如果我今天不是用 刚刚那个方法的话 那我另外有个方法 什么方法 就是说我可以怎么样 可以在这边档案里面 我可以新增一个活跃部 那按下这个活跃部之后的话 有没有 所以类似这样这样开 那这个动作的话 其实在VBA里面 就一行程式 叫workbook.add 也就是说呢 接下来的动作呢 实际上就是 就是再多学一个物件 叫workbook.add 增加一个这个新的活跃部 然后再来我需要把资料 哪个资料 假班里面的这些资料 call到这里 所以其实就是 选取这个范围 Ctrl-C 然后这边的话呢 Ctrl-V 然后再把它存档 存档的名称呢 就叫假班 把它存到里面去 那再把它关掉 不就ok了吗 所以基本上 会多两个动作 刚刚是直接 shits哪个工作表 点copy 这边的话是 第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来写这个动作 这个程式该如何写呢 接下来的话 我这边 这个先留着好了 给各位看 这样会比较具体一点点 那改的话呢 改程式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这一行必须改成 我刚刚做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呢 在Excel里面怎么样 档案里面呢 有一个叫空白活力不按下去 那这个动作呢 其实在VBA里面 程式呢就是写 所以你们必须要再多学一个 这个叫工作部物件 叫work book 因为一样的道理 一个序词 那就是不需要这个加S 那如果说我今天是指的是工作部物件的话 那就是workboot加S 点 后面的话呢加一个add 那这个叙述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刚刚我开空白的这个活跃布 OK第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 刚刚会跳出一个新的活跃布了 就像刚刚这样 里面是空的 那第二个的话要把什么 把我问题07里面的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 call到这边来 那其实我们前面有讲过 如果你要copy的话 其实很简单 就是用range range的这个方法 然后呢 点copy copy之后的话 只要跟他讲说你要call到哪一个 哪一个目的地就可以 但是以前的话是 当然如果同一个工作表 你就直接哪个范围 点copy到哪个地方去就可以 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什么 不同的活跃布 他现在是这一个 有没有 那我要把这个活跃布里面的这一个工作表里面的这个范围 call到这里来 那其实call过来的话 只要跟他讲A1就可以了 因为只要跟他讲目的地就可以 所以还有一点 因为我们将来开一个新add之后的话 其实他的邮标就会停在这一个工作部里面 所以其实这个工作部里面 你就不需要跟他讲说哪一个工作部的哪一个工作表 直接跟他讲range A1就可以了 需要跟他讲的就只有这个 这个地方比较麻烦 就是来源的部分需要讲 目的不需要讲 所以后面的地方就是关键 所以我们假设add之后的话 那这个游标就会放在这个新的工作部里面 所以呢 接下来的话我的来源就在这里 所以这个来源的话就叫workbook 所以如果你要怎么取得这个来源的 他的那个工作部名称 其实逻辑跟序责有点像 工作部叫workbook 这个刮符 后面的话给他名称 那名称的话其实就是这个 问题07 这个必须要给他全名 就是党名跟副党名 所以呢 而且字不能打错一个 OK 打错一个字都不行 所以你就把这个问题07 点 后面加xlsxs 把这个名称记得要把它打上去 这样OK 记得检查一下 不能错任何一个字 错一个字都不行 好 然后呢 点 点后面的话就是跟他讲哪一个工作 哪一个这个工作表 假班 所以呢 点后面的话呢 那这个工作表名称呢 会随着x改变 所以我们就是去词 所以先工作部物件 再工作表物件 所以后面的话是x 这个 假班 假设第一次假班 然后点的话后面range 哪个范围啊 那因为我要call的是全部啦 当然你以后如果你只要call局部的话 那你就只局部就可以了 那我要全部的话就是A1一直到G16 所以我这边就打什么 A1 冒号 G16 好 就是来源 OK 点copy就可以了 后面加一个copy copy到哪里呢 copy到这一个 新的活跃部的A1 所以啊特别是call过来这个地方 就只要A1就可以了 所以 我后面这个程式 因为我刚刚讲过 游标就已经停在那边了 就不用跟他再讲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我就直接 就copy后面的空一格 然后呢跟他讲说 哦我要call到新的工作表的 这一个A1的位置就好了 那你的后面这个目的 call过去的这个目的的话 只要开头 它会自动延伸出去 好 那基本上我们程式都写完了 所以其实主要就是这两 把刚刚的程式哦 所以我刚刚是把上面这一段 复制贴过来 底线改成范围 然后呢把原来的 shits x.copy 改成工作部 先开一个新的 然后呢再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call到指定的范围里面 ok好就增加这两行而已哦 ok不过这两行其实已经算非常非常重要 那跟各位讲坊间的书籍好像写法都不太一样 那这个写法是我自己试出来的 而且我是觉得这个方法应该是最简单的 而且比较没什么问题 ok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哦 所以刚刚只有改这两行而已啦 ok大概就把它理解一下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试试看哦 所以试哦记得哦 试的时候记得哦 也要把刚刚开的这个关掉 也就是维持哦 只有开什么 这个不要储存 只有开问题07的状态 那接下来的话呢 一样哦 我们前面就是设个中断点好了 放它先删掉旧的 然后停在这边一下 ok试试看哦 好 清空 然后再来的话 按F8 如果你没把握啦 我建议你可以F8租航来跑 一行跑完之后 游标放上去确定一下 是不是假扳 是 然后再来的话呢 执行这一行 新增一个空白活跃簿 看一下有没有 有了 这个是跳出来新的 那它跟那个刚刚点Copy的最大差别是 点Copy是直接把刚刚的假扳 里面的资料都复制过来了 但是呢 add就是没有了 所以变成add 再多一个动作 就是再把你需要的东西call过来 因为你按add 它游标就停在这里了 所以这边为什么 rangeA1 前面都不用加 因为呢 这边指的就是哪里 指的就是这里 就是新的活跃簿的这个地方 所以呢 不需要再加任何的叙述 如果你真的 执意要加的话 那你就是 这个叫什么 叫active workbook active 前面加workbook 不用s 就不用跟它讲说哪一个名称 因为你也不知道它名称 因为活跃簿的名称 你每一次新增它名称都不一样 现在已经活跃簿122了 ok那下一个123 然后呢 sheet的话就第一个 你就sheet1 的range 不过其实不用写啦 因为写的等于会变得非常非常冗长 那需要写的是来源的 所以来源的话就这一个 记得字都不要打错 我们来试试看这一行 最关键这一行 如果没错的话 那表示应该ok了 执行一下 call过来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它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帮我把我的 这个来源的资料 直接就call到这边来了 ok 就转移了 然后呢 再来后面的 其实就是把这个给存档 然后再关闭而已 ok 所以将来如果你假设要 移到另外一个 那如果你假设 存档 你希望call过去之后 call过去之后的话 关闭 所以这边的话存档 save copy as 存过去 然后 关掉的话呢 那就是把它整个 那如果你假设是存过去 不要关的话 你就不要写这一行 然后把它关掉 ok 然后以此类推 其他都一样 所以呢就让它run一下 下一个 下一个 ok 那你会发现总共 13个 那你在瞬间 很快就帮我把13个档案呢 通通都把它分割到这边了 那你可以再把它打开来看看 比如假班 打开看看 里面有东西 ok 没有问题 那只是说 可能会有同学 会比较龜毛一点 老师这个地方 为什么是工作表1呢 我可不可以把它改成假班 可以啊 那变成你就是说呢 你刚刚 还要多写一行 就是呢 你把资料call过来说 把这边的 第一个工作表的名称 改成叫假班 那就多一行程式而已啦 至于怎么写 我想自己再去 找一下 前面应该有讲过 ok 那理论上呢 这些很多东西都活的啦 也就是说每一行程式 其实背后都有固定的逻辑啦 所以我是建议各位可以 再把它熟悉一下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最后再把那个 关键的动作 再跟各位 第一个 我是把那个 刚刚的这一个 这个如果ok的话 那我是把这一段 复制过来 改一个叫做范围 那第二个的话呢 其实我只有改 本来叫做点copy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先workbook.add 就是新增一个活页簿 然后呢 把这个活页簿 问题07里面的 第几班 x就是哪一班 的这个范围 点copy call到这个rangeA1而已啦 ok 其他程式都没改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好 最近 点灯 就是 8